我演讲的题目是机器人的数字化 常规方式的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的衔接 是通过信号的交换 在这种情形下 机器人系统 它是有独立完整的控制器 执行机器人程序 控制机器人本体 有视觉器进行机器人的视觉编程和轨迹控制 另外厂家都会提供机器人的编程软件 跟自动化系统之间 博图是来做这个 PRC的编程 人机界面是进行 自动化系统的一些交互操作 这种系统 自动化系统和机器人系统之间 是通过信号的交互 有一个信号控制的交互表 来进行沟通的 这是常规的模式 西门子 在若干年前就在 在这个领域中进行尝试 主要的做法是把机器人的编程 融入博图 相比较刚才那一个概念图的话 机器人的程序 在博图里面 编写 并且通过PRCOPEN 与机器人控制器 沟通 来操纵 机器人本体 这是西门子的一种 创新的方案 这是 朝着数字化 融合的一个方向的发展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 PRC跟面板 以及 博图 跟机器人系统 形成了有机的联系 不再需要 机器人厂家提供的 机器人私教器 以及 机器人编程软件 博图中的 机器人编程 界面举例 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 无需机器人厂家的 编程软件 开箱即用的 博图中 机器人运行的 程序范例 各家机器人呢 用统一的 操作界面 不再需要 各自的 视觉器的 这种操作 在 西门子的人机界面当中 直接可以操纵 机器人的 这个动作 进行一些 轨迹的一些操纵 博图的机器人一体化 支持哪些厂家呢 最早研发的是 库卡 在若干年前 库卡就跟西门子 达成了 战略合作协议 所以对于 库卡的 支持是最完整的 那接下来呢 是单手 单手的支持 也是 也是非常的完整 那 另外的 那个 跟APP 同样属于 瑞典的 史陶比利 那么这家公司呢 它的这个 编程指南和范例呢 正在研发中 那 安川的 还正在研发中 当然 这是2019年的 这个 换灯片 那么已经几年过去了呢 现在的情况呢 还不是很 还没有拿到最新的资料 但这是西门子的 一种创新 把机器人 融入自动化系统 这是对于 整个 数字化工厂的 控制 和这个 虚拟调试 是一种 发展的方向 有关 机器人的数字化 就 简单的介绍到这里 谢谢观看